现在焦虑的不在于说你读不读书 而是说你到底你的注意力能不能放在哪儿 你看现在的什么书啊都是 十分钟带你的明白明白明白 二十分钟教会你知道欧洲史 半个小时明白俄国史 如何写得像郭敬明一样好 对全是那些他会给你一个 他说这个时间性是特别焦虑 时间性目的特别明确 就二十小时之后你可以去死了 因为人类文明被你读完了 对对对 就是他的目的性特别明确 就是我看了这个书之后 我二十分钟就看完了 看完以后我跟别人吹牛的时候 我给你讲俄国怎么回事 就讲这些 但是你说这种算知识吗 我觉得就是很多人鄙视这种读书 我觉得还好 但是你看现在经常说的一个问题 就是第一步是说 咱们有那个短音频 一分钟就了解明代 好收钱吧 可能五毛钱点一下 我能吹牛了 这是一回事 但是这个事情要再放在下一步 咱展望未来世界 这就说了大脑这个存盘外置了 某种程度上讲 我有一个这个百度 那么很多人都说了 我记得这个干什么 我随时 甚至将来不是说有个眼镜 对 你跟史航聊天 你聊是吧 你聊土耳斯泰 我直接在读 对对对 所以说现在 这事怎么说呢 就现在就不知 现在有一个很很争议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你获得的知识到底定义是什么 对了 对吧 那这个知识算不算我的 还是说我的知识是有WiFi的时候 我有知识 没WiFi的时候 我就是一百丁 对 我觉得这个真是跟你这个充电充得好不好有关系 那闹子 但我想起那个 以前跟那个谁 跟罗正宇聊 他那个得到吧 他这个复合音频 他说一件事 他说以前我逻辑思维的时候 也经常推荐书 人家到我这儿都买 我有一个私人爱好 我老爱看这个人的地址 他留的地址是那儿 就我想天南海北的什么人 我爱看这个 我经常看到 比如贵州修捷市的 哪哪哪街道的一个修鞋摊 一个地址 带得字的一个地址 那个东西 就是要了一本 比如哈佛经济学讲座 这样说 但我当然想 怎么反应 第一反应 哎呀这个 你看这个干嘛 后来想人家可能不打开看 人家的作风都不打开 人放在修鞋摊上边 有个吊着电灯 这么晃在这儿 别人修鞋 这儿看着他有这个书 就跟供一个财神爷一样 这是一种什么 是一种期待 也是一种追求 人家就 他说以前我老纠结一件事 我们这个各种 这个付费的音频节目 这个推广节目 打开率有时候差 卖得很好 人买几期 其实不真看 那不很羞耻吗 我只挣着你的钱 没有赢得你的尊重 你没看 到我现在对打开率的事 我都没那么纠结 因为人家买这个书 就作风都没打开 但是我帮没帮到他 帮到他了 他帮没帮到他自己 帮到 就人有时候 知识是用来用的 有时候只是用来 墨镜是用来遮光的 望远镜是来看远方风景的 功能不一样 但他的生活 因这儿好了一点 他的安全感 在这儿得到了一点巩固 也是 所以我就觉得 对 所以我就觉得说 现在为什么知识付费 这么流行 不是因为人们变得爱知识了 而是变得人们爱付费了 就是因为 付费更简单了 应该是付费更简单 另外我们就老觉得 还是说焦虑的问题 一个匮乏焦虑 就比如说 你从这个女生化妆品 说我看得别人有这口红 我没有 我就一定要有 那其实这个知识也是一样的 就觉得大家都在学这个知识 就 我没有 我也要拥有 他觉得付钱 是能够得到某种 信息的优先权 他觉得我优先获得这个东西 对 所以他其实不是为了获得知识 他是为了我能够付费 我能够觉得付费了之后 我就解决了我这个焦虑 而且现在你看 好多的这些文章 都到什么程度 前面给告诉你 本文长三万字 阅读时间约半个小时 对 给你明确的把数据都标出来了 就是说白了 我们就是要让你满足你的这个焦虑 解决你的焦虑问题 不是让你得到知识 所以就是人家付费啊 跟人去看心理医生是一样的 你能拦着人 不让人去看心理医生吗 所以说呢 书籍以前我们老觉得干嘛呢 他当然是用来读的 当然是用来垫桌脚不行吗 用来当枕头不行吗 这古代笑话那些 所以世界的打开方式 是每个人自己选择的 这个真的是 有的时候呢 我觉得是做梦用的 你比方说 我现在买了 我这辈子不可能看完的这个书啊 你知道 我觉得我很贪婪 我觉得就像个这个很贪 贪什么呢 贪知道 就是其实我觉得我活在这个世界上干什么 就是说什么都想知道 就好奇心太强了 所以不是因为想装什么有学 真的不是 就想哎呦 五千年的历史 里边多少事啊 就觉得我活这一辈子就几十年 但我要能把五千年的事全知道 我不是比你们赚吗 但是呢 我还是要提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老在想将来啊 就将来要真的是知识储存 都能够外置了的话 你这个大脑空着干嘛 我有一次跟这个钱文忠 钱文忠老师聊 他说老师不是季献林吗 我就跟他说 我说你看 为什么那个时候 就跟咱们说这个民国的时候 陈银雀 也有人陈银克吧 就是说学贯中西 几十门外语 甚至他涉猎几十个学科 我说这样的一个人 为什么今天都没有了 但是钱老师给我一个答案 我倒是没想到 他说呀 他说你比如说我老师 他说我告诉你 他实际是这样的 就是在我老师的那个年代 他可以身兼多个学科 他说但是到今天呢 他所涉猎的任何一个学科 单一学科来说 研究的深度啊 已经超过了他们当年 但是呢 就每一个学生只是奔了一门 这个学生呢 就不知道另一门了 所以你看 这是现代的一个特征吧 就是说他无限专业化了 可是我又在想一个问题 你比如说他们在讲 就是说我还看过一篇文章 就是劝君莫谈陈银雀嘛 对呢 大概的意思就是说 陈银雀的学术 就像陈银雀说王国伟一样 就是他的学术 是不是那么样的泰山一般 或者说无可争议 无可推敲呢 重点不是在那 重点在人格 就是或者说 重点在一种 陈银雀所说的气节 风范 所以说我现在就 又开始想啊 综合 比如说这个知识啊 它到底是用的 就像你刚才 这咱很明白 但是另一个就是说啊 为什么要记很多东西 在脑子里 它和记在手机里 有什么区别啊 我觉得啊 是不是你这个头脑 就像个香炉啊 它扔很多书 实际存在你脑子里啊 它可不是像存在电脑里 它自己会化合吧 对 它就成了 对 你始行今天 你能成为一个这样的人 把很多事情像金庸一样 武侠一样去理解 这就说明 当年的金庸的一些东西啊 成了你这个人 其实就这么说吧 那些书啊 你的阅读啊 在盘你的脑子 所有那些书 在轮番盘你的脑子 所以你脑子 当然也有成包姜啊 包的脑姜 反正这个是有用的 而且刚才你说那个 就是说买很多书 这个事啊 以前都当原罪 当羞耻 可我现在越来越觉得 这不就是热爱生活 热爱生命了 对 就是人呢 你知道了很多事 读了很多书 看过很多电影 可你为什么活着 不是因为你读的 所以还有很多书 你没读 你电影没看 姑娘没认识 你才值得活下去 我就说人呢 跳到游泳池里 你皮肤接触到的那层水 不可能拖得你浮起来 正是你没有接触到的水 它让你浮起来 是你没读过 没经历过一些 让你活 要不然就 啪啪一下子 你跳水磁子 你就摔死了 你只湿连的摔死了 就是你没接触到 又觉得有意思是 我买了 证明什么 我求生 我光荣 我想活下去 所以说望洋星探这个词 是个很美的画面 他不光是在岸边叹息的那个人 实际上当你望洋的时候 就说明 你的生命里有那片大海 你跟这片大海 至少重景过 就这点个 重景过 至少重景过 包括说咱们刚才说 好多人说 我现在不用看书了 我随时百多百个搜出来 不一定 有些东西 你去搜出来的 你理解不了 你如果没有长时间 去浸淫在这个知识体系里面去 你连搜索都不会 我觉得特别要破除 这个搜索崇拜 对 就是你知道当我 我还有一个朋友 叫张立宪 我们两个人 他什么都不是的时候 我们两个人特别在 把搜自己 他搜的叫 主张立宪 我搜叫历史航程 主张立宪的历史航程 俩人都在 一看 不是咱们俩 不是我们俩 所以就 其实你网上搜 大量东西 是跟你要的 不相干的 这就说一件事 有一个特别有趣的例子 香港导演彭浩翔 他有一次 让他助手搜一个东西 鱼栏盆节 他要知道这个资料 助手给打出来 不到十页 他说不可能这么少资料 整个网上 后来看 你给我打了个 孟兰盆节 对 姓孟的孟 所以你怎么搞 那个助手说 那不怪我呀 能打出实验证明 有这么多人 也写的是孟兰盆节 那你搜搜 鱼兰盆节 可能一百多页 这就是这样的 如果你真正不知道 自己要的是鱼 还是孟的时候 你就满足你搜到的一切 就是刚才我说的 你这两个字的区别 你都不知道 就你这个见识没有 你搜那些东西 而且现在搜搜 有一个干啥问题 或者是便利之处 他搜很多 提到别的字的时候 他有一个链接 你提到多温涛什么怎么样 剩余于什么 在武汉读的大学 武汉它也是个链接 点开之后 武汉大学的所有的 这个校室都有了 很方便 但这种方面 往往就咕咚一下 你就沉进去了 我就有一次亲身经历 有一次我是在搜什么呢 在搜选武门 选武门 北京的选武门 打的时候就打错了 打成选武门了 自动跳出来一个条目 选武门之变 我说那行 看看吧 看到选武门之变 忽然我想起来 我说下面还有一条目 选武门之变 当年拍过港剧 李立真唱的歌 我还在想起来 我说李立真唱的歌 那个那个那个 爱江山 爱美人不爱江山 还是爱江山不爱美人 听完之后 我说这歌我听过 李立真这人的履历 我没了解过 看到下面有一链接 我又点李立真 看到他的履历之中有一条 他说他是第一个 除了他唱这些古装歌曲 他是第一个 把雷鬼音乐 打雷的雷 鬼怪的鬼 把雷鬼音乐 引入台湾的人 我一看 我说这个名字酷 点开 一看 像你说 亚买加的音乐 我说亚买加音乐里面 有一个至尊北斗一样的人 我现在已经忘了 这知识不算我的 他呢 他就说这个人的 甚至他的音乐 导致当时的两个政党和解 我说这个也酷 才查那两个政党 一路查到了16世纪 西班牙人对亚买加的殖民史 一下午就没了 但你回的时候 宣武区都撤销了 回过神的时候 已经没有宣武区 我也有这个体验 因为他百度搜我 搜人名字 会有一个相关人物 然后我那相关人物 是一个掏肠恶魔 就是一个犯罪分子 他就喜欢掏少女的肠子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相关的是这个 我就点开看 点开看了之后 我又开始看 掏其他东西的恶魔 就是里面翻这些东西 是不是某一次你说 你的比如讲座掏心掏肺 可能有这么一个规念词 最后把掏长就全掏 长安福特瑞界援族派 广告之后接着聊 我们呈现的高品质舒适座椅 来自背后的无数次科学模拟测试 2018新锐界新成就 福特尽无止境 你像刚才啊 这个柏庸刚才讲的啊 你说虽然你是80后的哈 我发现他说的基本就是我不工作时候的生活方式 就是这一天就像你说的 我从一个宣武门 我看到宣武门 说不定查到果小角 说不定查到这个西藏某地的一个历史 你说这下午好像什么都没干 但是这相当于什么呢 在知识的海洋里 浪了一圈 浪游啊 浪了一圈 浪了一圈 你说这种乐趣 我觉得挺好的 但是今天很多人能有这样的乐趣吗 我觉得马朗老师刚刚说一个特别重要 就是说 他让我想到 我记得原来看别人说文化是什么 他说文化就是你学过的 一切的知识都忘掉之后留下来的东西 就化成你这个人化 然后我觉得说特别好 包括这个文化 其实也是一种方法 就我之前看过一个 一个美国的一个专家写 他就说 其实这个看起来互联网 他整个信息很多嘛 每个人在互联网信息面前都是平等的 但是他说不是 他说互联网其实是拉大了人知识当中 知识的鸿沟 就是聪明的人越来越聪明 笨的人越来越笨 因为聪明的人 他知道该去哪儿搜索什么 然后对自己的什么东西有用 但是笨的人 他就大量的淹没在这个垃圾的信息 链接 套长恶魔 就是淹没在这里面 所以他其实这个知识的鸿沟 就变得越来越大 对 我觉得就像是咱们微信朋友圈 其实你要加满了 大概一般值得五千人左右 我竟然得删 五千人呢 我然后删 删到四千人 再删再删 就这时候你就 大量的你不知道他是谁 就加了你嘛 你如果不去问 那就是占用你的一个东西 对 而且刚才这个方舟讲的一点 让我想起来 你说是不是这个古代的某些东西 以后都不会有了 就比如说咱们过去讲 过去讲比如说中华文化 那天我们跟几个老师在一起聊天 最后就说 实际上中华的这套 比如儒家这文化 它的目的不是让你成为一个博学的人 它的目的就是成人 比如说北宋 有宋义朝说是这种文明 就是上次我记得马维多就讲 他说这种文明 最后结出一个人格来 就是文天祥 对吧 就是说 哎呦 仰视几百年吗 当真了 就是说舍生而取义 当真了 这就是过去我们经常讲一个词 叫道成肉身 就是说 成经了 比如说古希腊的这个哲学教授 你比如说苏格拉底 是说我跟我学生讲 我相信的这个东西 我可以为了他死 你知道吗 就是就是 我真相信我说的 但是今天呢 知识和你这个画人呢 是分开的 一个大学教授 给你讲伦理学 并不等于他自己在生活里 要去照着伦理的去做 那你说 未来是不是这个越来越分开了 就是说知识是知识 你用的时候 你就去查去用 但是呢 你不会觉得 这个知识和我这个为人 有什么关系 就是没有指纹了 感觉那上面 没有人格的指纹 我觉得吧 这个其实从古至今啊 都这样 就咱们现在说 古人是讲究知情合一 或者是这个人和人品 和这个知识一样 其实你刚才说宋代 宋代那么多年 才出一个文天祥 也出秦桧 对 大部分人就是跟现在的 这个比例一样 就是教书跟你这个讲 是没什么区别的 秦桧写字还写的好呢 是吧 也没说他这个 蔡经 对蔡经 蔡经秦桧写字都不错 这个我 因为我笔记 我写字特别烂嘛 所以我特别喜欢 举他们俩的意思 证明说写字好 不一定人命好 岳飞肯定写字不好 所以从古之间 我觉得这个比例没变过 到未来 我觉得相信这个比例也没变 那我觉得不是 我觉得古人其实 我觉得现在人挺推崇 所谓的专业的知识 和专业化 但我觉得古人并没 我看这个是看一个 就是美学家的高居汉 他写著分析中国古代绘画 他就说中国这个 古代绘画的审美很有意思 他就说如果是这个 专业的职业的画师画的话 那他大家的审美 就觉得这个不够好 就觉得你这个降气啊 或者是就觉得 你这太专业了不好 但是如果是一个士大夫 文人随手画两笔 大家就觉得品格高 就觉得这个是你品格的体现 就是他不赞上一个 专业的技能和专业人才 但是我觉得现在 好像大家对于这个专业人才 专门的人才 他开始培养起这种崇拜 一个人要是说我啥都知道 我人格高 我道德高 好像他不会获得这么大尊重 但如果他是某个领域的 这个专业和精英 他就能够有一大批的 这个粉丝 大家崇拜他的知识 所以我觉得可能 这个社会审美 还是发生了一些变化 但是比例我觉得 就应该这么说 以前是我想学人格 所以你人格完满 我学你很合适 我当你粉丝在宋代 现在来说我其实等于说 就好像我给你下订单一样 就是某一方面 像你包括我在知乎 在哪问你问题 所以你只要你这个完成我的定单 回答我的问题 你是个什么人品 我根本不关心 所以罗胖尔自己都有名言 他说我就是个买卖人 我就买卖人 你需要我攻击你 但是我刚才因为说到文天祥 我想到一个离我们学校 我们中央剧学院 最近的东面胡同对面 有一个辅学胡同 就关文天祥 他最后在那关着 在柴市口 就是交道口那被杀的 我一入学88年 就去搞各种文天祥的段子 实料去看 后来有一个故事 我特别喜欢 就他说文天祥被关在 腐朽胡同了 蒙古人看着他吗 他不一直不想一直看他吗 后来蒙古人喝醉酒了 在外面干嘛唱歌 就蒙古那长调啊唱 他听了一晚上 没睡 第二天早上 他把那个看守叫进来 说昨晚你们唱什么呢 喝醉的唱 说这阿次吕之歌 说什么 就赞美英雄的歌 说赞美英雄歌 什么词你跟我说说 说没词我蒙古人赞美英雄 找不出词了 就是心里怎么想的 就哼着这个声音就行了 结果文天祥说了一句话 我特别意外 他说这样的话 他跟蒙古人可是敌军啊 他说你一个战俘 政治犯在这 他说此黄中大吕之声 中途久不闻 他佩服 所以文天祥他不是一个 让我们说很偏执的 这么一个忠臣烈士 他有审美 他的情怀远远超出的一个 宋朝末代丞相 这个审美的东西 所以这一点让我特别佩服 我觉得古人中间 就有这个特点有意思 就是说他是这样的 但他觉得别样的也好 其实我老说现代人呢 我们开通开放 古人偏狭 其实比一比我们 可能我们偏狭的程度 更深而不自知而已 但我觉得现在可能年轻人 我接触到年轻人 我觉得会变得比较少 因为我会像我那个年代 我小时候写自己的兴趣爱好 同龄人写自己兴趣爱好 就是阅读 然后旅行 有的时候写写那个 现在也是 现在尤其那些相亲网站上 全都是 就我那个年代嘛 都是我这个年代 我的同龄人 对 然后其实 其实这些后来我在想 这个东西不是兴趣爱好 只是因为我们不能把那个 看电视写在兴趣爱好上 所以我们就写阅读和写作 但如果你现在让一个90后 或者是00后 让他去写他的兴趣爱好 他可以给你写的特别细分 什么电竞啊 鬼畜 二次元 然后什么的 什么手办 他可以写的超级多 就是这个东西变成 他一个特别强的一个群体归属感 就是说我这个 在这个领域内 在这个电竞领域 或者在这个鬼畜的领域 我特别厉害 特别精通 就这个东西给他很大的满足 越来越细分 对 越来越细分 就是他的这个兴趣 不再像我们那时候 没什么可玩 就只有说这个阅读 然后旅行音乐 但是你看啊 马老师你比如说 你像比如说古人 他可能他有一些 基本的为人处世之道 他是从小读四书五经 这么来的 我们呢 也有自己的一些 大概是读金庸小说 或者读水浒传 江湖道义 养成了我今天的这个 为人处世 那么比如说将来 你觉得这个孩子们啊 他要是不大爱看纸质的书 他就是动漫 甚至他就是游戏 那他这个东西里边 一样能培养出 他的人品 我觉得肯定会有的 对 而且未必会比我们差 就是我一直努力 在破除自己一个偏见 就是我有了孩子之后 我就在想 他们现在看这些东西 太差了 不如我们那时候好 我们那时候看的 什么金庸 古龙 那是有文化气息的书 但是一想 我们爹妈那一代 看我们也这样 怎么现在这些孩子 看什么课外书 什么金庸 古龙 天天打打杀杀的 就一代一代往下看 都看不顺眼 而且是 我记得是 我忘了哪个作家 说一句话特别有意思 他说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执念 就是在我之前的 流行的文化 那属于腐朽的 保守的 那个已经过时了 在我之后的文化 都是浅薄的 都是不值得一提的 只有跟我从小长大的 这些文化 是辉煌的一代 每一代都这样 真的是 而且我之前还特意查过 就是查从 现代的报纸 到以前史书 真的就是像鲁迅先生说的 每一代都在说 一代不无一代 我们那一代被人说是小皇帝 我们嘲笑90后的火星文 但是仔细想想 其实每一代都有自己的责任 和自己的成全 他们自己会有自己的一套东西 包括现在所谓二次元 包括现在的 他们看的一些 都不看书了嘛 看视频啊 看游戏啊 但是他们也会形成自己的一套东西 而且这套东西 我稍微接触过一点 我觉得并不代表 说多么的这个浮浅 或者浅薄 我觉得是很好的东西 虽然我们不能理解 但是我们会看到 他们在成长 而且这个 比如说有什么 你印象深刻的 给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这个 日本有一个游戏 叫刀剑乱武 这个游戏呢 是把日本的那个日本刀 模拟成了一个人 模拟成了一个人 反正都是帅哥嘛 帅哥 然后大家在这个游戏里玩 这些东西 看听起来好像是一个 像亵渎这个文物 这么一个东西 但是很多人看了这个之后 就专门去日本的各个博物馆 因为这些刀都有原件 去博物馆去看这些东西 看了之后 因为他们特别喜欢这个 他们会研究这个刀背后的故事 刀怎么练成的 当时这个背后是谁拿这个刀 当时是这个刀的名字 是怎么由来的 查来查去之后 他们所研究的这个深度 比我们了解多了 我算是对日本历史里有所了解的 但是一提到这个东西 我上次碰到一个小姑娘 跟我讲 这个三日月是怎么回事 宗正是这个刀怎么回事 讲得我叹为观止 这些东西我都不知道 他们就因为出于对这些东西 这个帅哥的爱 最后是导致了对刀带仪 他去挖掘历史中那些小细节 甚至因为这个事 他去学日语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 非常厉害的一个行为 这种东西很多 对 我其实觉得 就是刚才他说游戏 我想说 就每一代人都会有自己的伦理 因为只要社会就会有伦理 新一代可能就从游戏中来的 所以说咱们看有一个小胖孩 我看小视频 打王荣耀的 他在哭喊 几岁的小孩说 你们都是为了泡妞 你们不好好玩 我们都认真 我们做笔记 结果说我们都输 非常悲愤 你觉得很好玩 但你想起来很感动 其实大量的游戏伦理 团队作战都有这问题 我有一个好朋友 蓝小龙是个编剧 该写剧本 他说不行 我今天8分钟必须去 为什么 今天团战 我是奶妈 我是牧师 我不去会害别人 就我不仅得去 就如果这会儿 我们家那个网线断了 和怎么样的 我就得以死定了 我就害了别人了 这就是一个千里之约 千里而至的 这跟春秋战国说的 赴约到底是一样 虽然好像游戏不死人 其实大量的游戏伦理 就是社会伦理 就说从前 咱们的守护 咱们更早 你打不快 打麻将 你说你有没有牌德 你有没有麻德 你是不是刚赢了点钱 马上转身就走 还要陪大家再打一会儿 这不都是咱们 测验人品的东西吗 连老丈人看女婿 都这么看 那现在老丈人 跟未来女婿 打一局王者荣耀 也大概知道很多 所以只要人跟人在一起 就能生伦理 不用担心 肤浅 有肤浅的生法 最后伦理都是厚的 其实今天书的概念 并不见得这么一本 才叫书 天下无处不是书 但是你用心 对吧 就是说你走心 好像有所得 但是方舟 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比如说 好像有个学者 叫方丁丁 曾经写过一篇文章 就说现在不是比较付费 对 知识付费 他说呢 王丁丁 王丁丁 社会学者 我说成谁了 方丁丁 我怎么跟小方这么玩 对 他就说这个收费的知识 不是一流的知识 是三流的知识 我发现他就一个说法 就是那意思是什么 就是说 我既然是买卖了 我就得讨好你 用你能听懂的方式 这就要改变我神圣的表达 他认为一流的知识 比如说圣经 圆点 那是由我特有的表达 是吧 不是什么什么 我要让你听懂的问题 是你要走向我的问题 所以不可能 收费买不来一流的知识 所以圣经都是送的 我其实某种程度 同意他的说法 因为我觉得 其实他所说的这个知识 我觉得现在很多流行的知识付费 他本身其实恰好是反知识的 因为其实知识是什么 知识是说 你听这个 其实只占整个知识学习的20%的时间 就你听讲 其实只占20%的时间 我原来看过一个科学研究 就是说这个学习的内容存留在你脑海中存留率 说听讲这个只占5% 就是说你这个95%就其他的就全忘了 但是呢 他80%的时间其实是用来你 你就是比如说你去学 你去考试 你做100道题 就这个是艰苦的过程 其实真正是你学到的过程 为什么学校这么低效 这么昂贵 但是他还能够持续这么多年 就是因为他确实是一个获取知识的手段 但是现在知识付费是反过来 他是把本来20%就可以讲清楚的事情 他给你延续到80% 因为你都付费了 本来10节课给你抢清楚 我给你讲100节课 不值了 对 然后给你讲100节课 我就偏张话嘛 我就唠唠唠 然后用你喜欢的方式 然后也没有作业 没有同行激励 没有竞赛 然后没有这个让你去运用 所以你其实这东西很快就忘了 所以我说其实现在知识付费 或者一部分知识付费 我觉得他其实恰好是反知识的 他这个过程 他跟学习的过程是反过来的 对 你说的这个也是 我现在发现这个搜索引擎 这个揣摩人心思这事 他们都说是发达的 但是我可能跟不上趟了吧 但我自己觉得 我觉得这个很烦 这个搜索引擎 比如说我有一次 我这个就是李银河老师 他喜欢研究一些这个虐恋 什么的 对 是我搜索了一次 但并不等于说我就耗这口 对吗 我怎么下次一打开手机 满清十大酷刑 全来了 我就觉得他藐视我的这个智力 就说哎 哥们每天关心的难道都一样吗 你凭什么 我不相信 人把你定型了 对 我不相信你能知道 我觉得我每天的兴趣都是不同的 而且有可能这期节目播出以后 搜索引擎就是 虐恋豆温汤 豆温汤 对 你咱是族语还是宾语都很难说 这个我跟你说吧 其实这个他不光是这种 还有一种讨厌 比如我现在我要搜一个人 这个人叫史航 但是呢 一搜史航往往再跳几个 他会跳得最没意思的时间 比如史航就是怒怼什么东西 或者史航什么那个棒打什么 都是按热点来吗 但是其实按热点来导致 别人如果不知道史航是谁 第一搜把这个人就像穆志明一样 就这三件事 他这一切都不重要了 就每个人呢 其实在搜索中间被强行提炼 就这个比妖魔话还狠 就是不就排话 你的相关搜索是什么呀 我相关搜索可谈了 你是不是相亲现在是朱志了 不是 我是蒋方舟为什么不招人待见 然后 那我比你猜 还有 还有 骗婚 去不掉我 无数的人们有说你怎么 但你用这个词搜呢 你什么都搜不到 所有人都在问 在哪说呢 所有人都在问这个问题 而且呢 千百年之后 你永远都被定在历史的赤路上 而且还是一个历史悬 我研究历史我知道吗 就是很多事之后 一旦他说出来 甭管真假 千古流传 所以咱们都是清史流明 清史流明的人物了 就我没标签了 你也练 不然你就不招人待见 哎呀 嘴粉丝 史航是怎么跟这么三个人坐在一起 来来来 谢谢流明 谢谢流明